欢迎收看的是点点中国节目 关于抖音的命运 今天下午又有了最新的消息 川普总统说 他希望他们达成交易的时候 威尔兰或者是别的公司 有一大笔钱能够进美国的财政 我就不知道是交易的税 还是其他什么样的钱 可以通过这种交易的手法 让美国的财政有一个大的收入 所以我今天跟陈小平博士 专门为我们新的频道 网言网事新的频道 我们做一个短的节目 现在我们的组织人员正在把它制作上传 上传以后我会把网址发到讨论区下面 大家可以点击看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间 我就跟陈小平就抖音的变化进行了一些讨论 我就说在美国有意思的地方 一切的政治问题 到了后来都变成了经济问题 都变成了钱 变成了资本 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钱可以扮演换机性的角色 而中国一切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变成政治问题 只要是为政治所用 它都可以拿来使用 比如说澳门的赌场三张赌牌 三张正牌三张副牌 就是赌簿的牌照 现在呢 2020年到期 其中有三张牌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好像还是副牌吧 副牌照 中共就准备利用这几张牌照 对美国起到某一种牵制的作用 尤其是对川普总统可以牵制的作用 因为赌场的老板 至少有其中的一位 是川普总统的好朋友 是川普总统竞选的政党政治的金举 所以中共想利用这个事情 来运营到中美贸易的博弈之中 作为一张筹码 现在是美国大选期间 很多的事情变得非常的诡异 非常的有火药味 那么中美之间成为一个最好的能够点热话题的 这么一个来源 但是到现在为止 美国关掉休斯顿的中领馆 并没有激起了老百姓很高的热情 老百姓就关了就关了嘛 不就是一个外国领事馆嘛 不像中国人那么亢奋 那么激动 成都的美领馆关了以后 闹了好几天 美国这边没什么反应 那川普总统将会有多大的力量 激起这个中国的话题 能够使美国有多段反应呢 现在它在前早 那么关掉中国的一些应用程式 比如说抖音 那会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反应 但是川普总统还是在犹豫不决 用哪一种方式来打击抖音 还是利用抖音正的钱算了 但是在打击微信 这个华人会跳脚 但是对于美国人讲也反应不大 那么星期一或者星期二 二星的星期一又快过去了 星期二川普总统会不会对中国的应用程式下横手 关掉一批 不那么重要对于美国人来讲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些应用程式呢 那我们就要看这几天川普总统 随时发推 或者是随时发布出来的行政命令 中共非常清楚 美国大选期间是中美之间非常危险的时候 所以中共尽可能的现在要降低调门 降低调门 不要露出那个狼牙 尤其是不能拿出狼牙棒 包括现在的这一次的建军节 一方面是因为疫情 另一方面大大的降低以前那种 高调门的庆祝中共的所谓建军节的活动 很多的外国使令馆 只是进行了一些线上的建军活动而已 很多地方 国家干脆就取消了这个建军招待会 而且大家注意到了 在这个建军节的这个经营活动中间 那么 少了一些非常狠的词 比如说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也就是说用军事作为一个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没有了 没有了 那么主要是不想擦枪作火 不想呢 发出第一枪 甚至军事演习 也要缩水 缩到来州半岛 昨天跟大家讲 7月份有67次美国的侦察机 逼近共方的区域 但是共军这个时候 什么都不做 在香港 疫情变得越严重 这个很吃惊 之前觉得形势好了 怎么又突然变得严重起来了 所以是很多人担心 疫情的反反复复 令人忧愁 不过中共在这个时候 利用这个机会向香港民众 显示出中央的关爱之心 关怀之心 决定判处很多的医护人员 前往香港进行 检测工作 但是香港人害怕 被大陆来的医生检测了 你那个DNA 不就是会亲类主被人拉走吗 而中国大陆除了这种方式 没有其他方式 去拉香港人的DNA 除非你跑到内地去了 对不对 所以香港人现在对内地的高度不信任 那是发自他们的内心 但是呢 国际社会对香港的援助力量非常担薄 虽然法国也决定取消 跟香港人引渡协议 但是这样同样也伤害西方国家 能够引渡到 偷盗到在香港的 他们需要引渡的罪犯 那么真正能够促使 中共改变这个政策 现在是基本上 看不到希望 更多的只是一种 人民一种愤怒 当然所有的罪责 也到了习近平 他的团队的身上 或者到了习近平本人身上 香港从长远来讲 衰落是可以预期的 而这个衰落的罪责 只有习近平 才有这个能力 来承担这个历史的罪责 还有一些新闻 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 学报上面 登出了一篇文章 讲到是 中国有几个城市 应该把它升级成直下市 中央直下市 包括新疆的一个城市 包括青岛 包括大连 也当然包括深圳 深圳这个事情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其实没有兑现 一个是 这个 中共 内部一直有很大的尊业 广东 也有不少的意见 但是中共的一个决策思想 就是希望建立一系列的中心城市 通过这些中心城市 来大动周边经济的发展 所以 中国认为 做大做强 办大事 而且 有一些朋友 通过最近 尤其是面对疫情 的结局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结局 至少到目前为止 居然有一些朋友 放弃了原来的一些想法 认为疫情的解决 显示出来了 中国做大做强 和专制政权的好处 那就是 动员民众的力量 动员政府的力量 这些资源很容易 集中在一起 有人好办事 人都办大事 这样一种 想法 似乎深入到 某一些中国民众的脑子里面 所以当西方 越来越多的怀念 中国体制的时候 美国站起来 来打压中国的时候 来批评和指责中国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了 中国变革的希望 但是另外一些民众呢 恰恰在这种情况之下 反而更加支持中国政权 甚至更加支持习近平 因为 在他们的根源里面 认为 就是中共这样的政权 才最合适它来领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点点中国 忘了 敬请大家点个赞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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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